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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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记得我在八年前上任的时候 金融市基本上是一个百废待取的城市 失业率 离婚率 自杀率也最高 负债也是有史以来最高 不过这八年来我们翻转了这一切 另外是那个时候我许下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让所有金融人都能够变成是 骄傲光荣的金融人 我想在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觉得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接受市长英雄铁邀约 从高雄北上到金融推动城市观光行销 很获好评的金融市政府观光 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也很有同感的说 来金融交了许多好朋友 还笑称自己都被金融的美食喂胖了 一样都是港口的城市 我们的市民都是非常的热情 而且是非常open minded 然后能够接受 那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行销观光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觉得个人的北漂 那是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城市 能够有很多这些好朋友 然后大家变成了从不认识 然后变成好朋友 然后来到这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可能还胖了不少 因为人美食实在太多了 对外界路葛的说法 牛昌再次感谢大家关心 表示人民需要他做什么 他就会去做 强调卸任前就是把握每一天 把金融市长这项工作做好 其实我从来就不会去 预设自己的下一步 比较重要的是 民众或者是人民需要我做什么 那需要我做什么 我就来扮演这个角色 或者哪里需要我 我就往什么地方去 对我来说 12月25号之前 我的身份跟我的工作 都还是金融市的市长 那我们会把握住每一天 把市长的一个责任 还有市长的一个工作把它做好 牛昌也分别与市属各级学校校长 及各局处同仁合照 还罕见的戴上墨镜展现帅气的一面 牛昌再次感谢所有市府同仁的支持 也期待自己最爱的家乡基隆 能继续前进成为更好的城市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另外针对市政交接的问题 金融市长林又昌证实 12月15号将与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碰面商谈 其中在任内有重大进展的金融捷运部分 林又昌强调 基隆不只提供市民便捷交通 更有助于金融与大台北地区的产业及就业串联 期盼新市府团队能够接续努力推动 未来他不管在哪一个职位也会尽力协助 恢复上班第一天金融市长林又昌证实 将在12月15号与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碰面 林又昌表示组随课便 看谢国良的需求尽力提供协助 因为昨天我才刚回国 那因为之前其实就讲过 等我回国之后再来约 那所以我想就是看他有什么需求 或者说他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那就是刚刚讲过主随科变 然后碰面的时候再说 至于外界关注的金融捷运最新进度 牛昌表示金融捷运在他任内 已经有重大进展 期盼新的市府团队继续推动 很高兴在我的任内 虽然没有办法动工 不过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包括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应该最近也快要完成 另外是中俄规划的定案 也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左右也会完成 我想这是历史的一大步 那大家有共识 不管是金融市 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跟交通部 那大家有共识 要全力来推动金融捷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力量跟讯息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未来新的一个团队 能够继续下去 牛昌也再次说明 金融捷运不只有助于市民通勤交通 更重要的是串联大台北地区产业与就业 对金融市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大家还是有误解 以为这个捷运只是为了通勤 其实并不是 它其实是为了去完善整个大台北首都圈 都会的一个机能 它不只会改善金融的交通 它更重要的会把金融跟整个大台北的一个都会 跟产业还有就业的一个能量会串接起来 这个是未来金融很重要的一个建设 那当然希望未来团队能够加油 那未来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或者职位上面 我也会尽我的能力来协助 牛昌强调对新的金融市政府团队给予祝福和加油 期待他们更加努力 不辜负市民的付托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金融七土区华新一路152号附近的道路又出现了比大人的拳头还要大还要深的裂缝 市议员张启辉接获通知后 立即邀请市府公务处人员一起前往会堪 因为很担心这一个地方会走山 市议员张启辉用拳头下去测量道路裂缝处 又宽又深让人触目惊心 这里是10月中旬七土区华新一路152号附近道路 崩落大概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面积 经过市政府紧急抢修目前恢复正常 但是最近又受到连日大雨影响 距离10公尺不到左右的路面又出现比大人拳头还要大还要深的裂缝 市议员张启辉接获通知后 立即邀请市政府公务处人员一起前往会堪 就是担心有走山的情况 那前面一点在也是刚通以前那个崩塌 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有崩塌过 也刚好修户完毕 那现在下方一点这个地点的话在去年的时候 也曾经拂出的话来这边拂过干 今年的二三月也拂过一次干 也都有重新拂过 那现在又造成这种状况的话 我怕这个要请的真的是市政府要请专业的技术来检定 看看是不是有走山的现象还是各种方面的一些现象 这个我们不是专业我们没有办法来判定 这上我们应该会有我们发起一个会缸 会找那个厂发处 一些相关单位一起去看 那会找我们的水保的医务团来 帮我们先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那看起来这边这个区块 向下滑动的面积范围真的是蛮大的 那我们这边会评估看看 那会像那个 看到时候工程的经费多少 那我们尽量来争取 由于道路里面还有大约十多户住家 有一里长当选人萧雪也特地赶到现场关心 呼吁市政府帮忙尽快处理 我们发现下面的那个水 水沟根本不通 我们请那个相关单位 要快点把那个水沟弄通 如果你水沟不通的话 也会影响道路 这个水溢在这个道路的路面上 那我们可能有可能就另外一个灾害 我们希望就是说上面住的很多的 那个年纪大的一个里民 我们希望那个相关单位一定要重视 这个是灾害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等待那个后续 我们希望用灾害的方式 由于又深又宽的道路裂缝 直接横过整条道路 又刚好是上下坡的地点 部分路面隆起部分下线 路面开始有高低落差的情况 市议员张耿辉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 不要受到新旧市政府政权 即将交接的影响尽快抢修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位在七堵马林的宠物银行新群社 原本传出预定在12月中旬 落成启用 不过内部的人员 向市议员张炳君反映 包括了水电等问题还很多 因此张炳君特地前往勘查了解 内部人员带着市议员张炳君 走进宠物银行新犬舍里面 狗狗们立刻警觉害怕兴奋狂吠 虽然让狗狗住进新的犬舍 但是仔细一看 包括每一间犬舍和公用走廊通道 随处都是狗狗的排泄物 无法及时扫除是因为没有自来水可以冲洗 电力也是临时接通 再往所谓储藏室走 更因为漏水而发生积水的问题 这是位在七堵马林的宠物银行新犬舍 原本传出预定在12月中旬落成启用 不过内部人员向市议员张炳君反映 包括水电等各项缺失问题还很多 张炳君特地前往勘察了解 发现缺失的确不少 因此张炳君呼吁市政府别急着落成启用 要确实改善完成 才能照顾好毛小孩 炳君其实在昨天有接受到很多民众反映 就是我们在新的重渊银行 这边目前是缺水缺电的情况下 而我们的所有流浪动物 目前都已经安置在我们新的宠物银行里面 在缺水缺电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的生活环境是相当的差 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实际的勘察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宠物银行 确实有相当多的缺失 像现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他们的排泄物就充斥在 我们这些流浪动物的四周 还有我们排水的问题没有改善 甚至还有我们储藏室 有发现到漏水、积水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实我们相关的一些措施 都需要去改善 所以这边也是要呼吁市政府 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所有的缺失改善完毕 再来去正式的启用 把这些流浪动物安置在这边 提供给他们好的生活环境 不要急于此造成这些流浪动物 还要来这边受苦受难 张炳君表示 包括新犬舍的水泥地板 有些已经开始出现均裂的情况 地下室的储藏室积水更严重 都不知道是因为排水措施没有做好 还是哪里漏水 都希望市政府主管单位 可以彻底改善完成 再来举办落成启用典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照顾长者 中山区市议员当选人郭美秀 和已故夫婿基隆市议员杨石成 从民国100年开始提供爱心午餐 最多18个里 如今高票当选的郭美秀 进入市议会后 将会提案推动基隆市老人家 享有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 来照顾长者 高票当选基隆市中山区市议员的郭美秀 和中山区建民里长郭振勇 一起发送爱心便当给老人家 收到便当的长者都很开心也很感谢 真好啊 这么说的真好 不用煮了 像我们两个母娘 我们才都去家里做 先我一个人 我到便当我就不用煮了 不是很好 我全身可以来做这些做一工 我们洋艺员在中山安信协会的那个推动下 营养午餐送到那个每个里的那个据点 帮助我们去 真的老人家 晚餐是 是 儿子 儿子女儿回来 午餐的时候 有时候老人家忘记 观 观瓦斯什么的 造成很多 那个 我在的那个状况 这种 洋艺员这样 爱心便当这样 真的 收益良多 老人家收益良多 为了照顾长者 中山区市议员当选人郭美秀和已故夫婿 也是故机动市议员杨时辰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提供爱心午餐 给中山区最多18个里 到目前因为中山一夜路拓宽后 剩7个里的老人家便当不中断 如今高票当选的郭美秀进入基隆市议会后 将提案推动基隆市老人家享有免费营养午餐照顾长者 那因为拓跨40米道路 而让我没办法继续这样做 所以到卫生所隔壁之后 中山二路是三号 那因为没有场地 所以导致于我们用便当点直接送到各站去 我们目前只有服务7个里至8个里 那这个当中呢 也是证明说民众是需求 我们老人家需求量相当大 也相当需要的 那这一次在我的政见里面呢 我也有谈到老人 那个爱心便当营养午餐的部分 我希望我上来之后我会去往这方面去推 因为我们基隆市以后面临的还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老人老人化的这个社区 所以这个区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我相信我可以去推动 因为我实质上经验真的很丰富 目前是往65岁以上能免费营养午餐 那当然这个可能还要等我进入议会之后去调查资料 我才能明确的去推动这个案子 所以在此我非常谢谢大家 郭美秀强调照顾独居以及弱势长辈一直是他和已故夫婿杨时辰的心愿 特别是根据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老人福利科的资料 目前基隆市老人总数占基隆市人口数的19.23% 也就是每六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预估最快明年2023年基隆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位长者 因此郭美秀认为基隆市推动老人免费营养午餐 刻不容缓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您知道在欧洲 有专属于耶诞节庆的面包吗 基隆有烘焙业者 多年制作意大利的潘尼朵尼 当配饼干及礼盒 要传递给消费者满满的幸福 食用天然酵母 意大利面粉 优格及牛奶揉制而成的面团 加入精心蜜漬的水果 与酒漬葡萄干 严格控制时间 与烘烤温度的 意大利潘尼朵尼出炉 一口咬下 松软水果香 感受到浓浓的椰蛋气息 我们每一年一定会推出的 圣诞节面包 意大利发酵面包 也是我们店的经典款 每年的圣诞节 我们都会购买 因为它吃起来有酒香味 那很适合在过节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分享 还有姜饼仁 巧克力拐杖饼干 精心调配的面团 发酵烘烤 要传递满满的趣味与幸福 拐杖饼干有改良过 那其实国外都做 有拐杖的糖果 那它比较甜 那我们今年呢 把我们的饼干的口味 做到拐杖饼干去 我们也把它做成不甜不腻 然后是我们店里好吃的 口味的饼干 去改良式的拐杖饼干 那我们还有做一款姜饼仁 姜饼仁是用 一般姜饼仁其实都不太能吃 它只是有点辣辣的 还有姜的味道 我们用巧克力的饼干 然后用我们店里最好吃的奶油饼 去把它做成姜饼仁 那我们还有草莓季也到了 所以我们圣诞节跟草莓季是一起的 我们草莓季也推出柠檬酱 然后配上新鲜草莓 然后还有挤上一条库莉姆 所以在草莓季的时候 跟圣诞节我们一起推出 那我们也推出了 起司慕斯的草莓蛋糕 那上面加了覆盆子果冻 那一般其实都吃草莓 然后还有布丁 那你可以吃到草莓的果冻 然后加香草蛋糕的味道在里面 今年业者也推出了 椰蛋礼盒充满器 很受顾客青睐 我来买这个 这里面有姜饼仁 还有馆杖 还有圣诞节的面包 可以自用或是送礼都很不错 里面有饼干 有面包 然后也有蛋糕 我们都做低糖的 然后比较健康 那吃了就会觉得 圣诞节的感觉快来了 欧洲经典的后备美味 传递着满满的幸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圣诞节快到了 金融有一家著名的面包店业者发挥创意 在二楼及三楼的外墙上分别放置了大型的圣诞老公公 很有过节的欢乐气氛 大型圣诞老公公在大楼外墙上或爬或坐水风摇摆相当吸睛 这是金融市区一家知名面包店业者的创意 透过环境营造 希望让消费者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因为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学区 很多小朋友每天都会经过我们的面包店 然后都很期待说 我们每年就是外面的一些造景 圣诞节的一些造景 我特地今年去请朋友定制了两只 超级无敌大的圣诞老公公 挂在我们的外墙 作为一个专制的艺术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能够有 享受一下这圣诞节的氛围 然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俏皮的圣诞老公公也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 有人很喜欢 也有路过小朋友觉得蛮惊讶 我就觉得很有那个节庆的感觉 很喜欢经过小孩都会多看几眼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个装置艺术 而且他们家东西好吃 有一点惊讶 因为觉得那么大的气球怎么下上去的 应景又有创意的做法 也获得金融市议员同志伟的肯定 直说让整个商圈更有节庆气氛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节 是我们大小朋友非常重视的一个节庆 那这个气氛也非常的欢乐 那我想我们仁爱区的在地店家 有这样子的创意 把我们圣诞老公公攀爬在墙上 然后成功的创造话题 就是代表我们基隆人年轻人的创意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惠隆市场的地方创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店家一起来努力行销 我们整个商圈会是一个仁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 除了营造捷径氛围 这家知名面包店 还推出期间限定的圣诞节商品 有加入冰分卵糖的拐杖面包 还有圣诞老公公及可爱迷路的造型蛋糕 像这种拐杖面包 我们是用那个巧克力淋酱上去做的 然后它还有棉花糖跟卵糖是小朋友的最爱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巧克力 这是我们圣诞节就是用圣诞老公公去做的生日蛋糕 然后上面都会有草莓 因为现在草莓季 所以我们都会用新鲜的草莓下去做装饰 业者表示店里所有圣诞商品全民打九折到12月底 想要感受圣诞节欢乐气氛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道 每年都会来台湾过冬的如此大军又来咯 这一次超过了1500只 不少爱鸟人士拍下了他们在金融河岸 捕获无锅鱼的全记录 一起来瞧瞧 金融河岩岸出现了上百只的炉池 在水面上盘旋 场面相当壮观 哇 绕圈圈耶 第一次看到他们绕圈圈 他们齐聚一堂 在水中觅食寻找猎物 没几下子精准地捕捉无锅鱼 大口吞下好不失手 就是在台北市松山长寿桥下 这群捕鱼大师 今年来台过冬 估计超过1500只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看其他的鹿蚝鸟类 在旁边看螺子静止头 他们都傻眼了 所以他们常常会怎么样 他们在旁边等 等被他们螺子追赶的鱼 尤其是小鱼跳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分一杯羹 大体上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它吞下去的时候是 头顺着喉咙 因为大家知道吴郭鱼它是硬棋的 背棋是硬的 你不小心会卡住 卡住就会影响他接下来的蜜石 他就会死亡 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他很厉害 他就是头顺着喉咙 然后就把他的背棋 整个把它收起来 他就一口就蹲下去 如此来台过冬 成群结队起飞时 紧贴着水面 激起白色浪花 画面相当壮观 而他们可是潜涌捕鱼高手 他们在密室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 尤其是群体密室 一个是维旋式的 维旋式的 维旋式实际上在台湾 比较难看到 因为它通常是发生在海边 刚好是吉隆河 大紫河段比较宽 新天溪也比较宽 所以它很有可能 会有维旋式的 密室的画面出来 你看上千只 维旋式看起来是很壮观的 如果说你加上了适当的地 像大石桥圆山饭店 大家就知道 原来在台北市 竟然有发生这种事情 那很有趣 另外一个就是 履带式的 后面会赶到前面 整群这样密室 其实也蛮壮观的 通常都是在 比较狭窄的水域 像吉隆河的七堵 细池甚至瑞芳 都是比较狭窄 所以常常看到 这种密室方式 我们也混搭到 你看它的五国椅 可能一围有 将近400公克 它一天的食量 差不多平均500公克左右 所以它吃一尾 五国椅就饱了 但是上游 有一些五国椅 还是比较小 所以说 对于五国椅来讲 基隆河正是 他们一个密食天堂 有专家在1992年时 发现大约有 三四十只的 鲁池来台 去年数量高达1500只 主要是因为 基隆河的五国椅 成了他们的最爱 但是以台湾来讲 像风山水库 根据高雄鸟会的朋友 告诉我说 风山水库 因为它现在也有装设 光电板 再加上 周围的湿地的范围 也被限缩 所以风山水库 从每一年有三百三千多只 现在可能 只剩下几百只 或是几十只 不晓得 这数量不明显 所以说 新山水库 这边的范围池数量多 它证明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其他环境真的确实有烈化 然后 吉隆河的水质不错 因为来这边 密室的范围池 不会离开 然后其他环境 烈化的范围池 有可能 会有一些 就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 如果说 这个情形继继下去 很有可能在 两三年内 增加到两三千只 都有可能 我们不排除了 一般每年的 10月到隔年的2月 是如此大军 来台的高峰期 也成了暗鸟人士 难得捕捉的奇景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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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WiFi 对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猜 我猜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